二皇子 阿音 那天 多谢你助我逃出大紫民宫 你父皇没有为难你吧 你脸上怎么有伤啊 我没事 阿音 我想明白了 此番我是来与你双宿双飞的 你 你 你说什么 这 我愿意放弃我的身份和地位 只求能够常伴你左右 我 我 可 可 我可我是昆仑须的人啊 我看 你与寝殿的夫人相处得也甚好 并不缺女人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一定会被我吓的 但是你听我说 自从你离开大紫民宫 我被夫君关押在地牢的那天前 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 便晓得 从此以后我心里不再容下任何人了 我虽与二皇子交好 却并未有什么爱慕之意 抱歉了 阿音 你听我说 我真的是认真的 我只是想与你在大紫民宫那样 一起喝酒 斗趣 无所不谈 可你毕竟是异族皇子啊 可你毕竟是异族皇子啊 不如 今晚你先睡在客房 我看天色已经晚了 明日一早 我便送你下山吧 我千里迢迢赶来 我千里迢迢赶来 并不是要你这句话 抱歉 让二皇子失望了 大胆异族 竟敢上我昆仑虚 是异族 十七 你给我退后 莫非你要护着他 难道你忘了自己 什么身份了吗 岂不说当日你夫君 将我九师弟折磨得 不成人形 就说今日 你胆敢上昆仑虚骚扰十七 我就轻饶不了你 你是阿音的师兄 我不与你动手 动手又如何 当日在大紫民宫 我两位师弟吃亏 为是因为仙法被封 今日倒让你见识见识 我昆仑虚个剑法 不要 大师兄 算了 不把他打个半死 就把他还上昆仑虚来骚扰你 大师兄 连你也护着他 还是放过他吧 为何要放过 你忘记他父君 怎么羞辱你了吗 我们在大紫民宫 受了他不少照顾 而且 若不是为了跟师父谢罪 我早就自尽了 我不离开那日 如果不是他或者十七 十七非此极惨 当真 即便如此 他也是一族皇子 别忘了 是他父君先把你抓走的 还不快走 阿姨 你等我 我还会回来的 快走吧 别跑 大师兄 走了 大师兄 追 是 大师兄 饶了他吧 你吗 我不管了 别跑 思寅上先 怎么今日如此好雅兴 约我来下山 今日刚好有空险 便带你四处逛逛 听说今日大师兄 和仁打了一场 听说那个人是个皇子 自你从异界回来 就日日参详仙术道法 可是因为异界 真的要造反了 为何忽然问这个 我以前在浅浅洞府住的时候 偶尔也会听她说上几句 说这代异军早有反心 终究是要大打一场的 的确如此 不过他们翻不了天 有我师父的阵法在 足够让他们灭族了 阵法 什么人 仙石 你这小妖怪哪儿来的 不知这里是昆仑须吗 仙石 快随我去救我家二皇子 你说的可是离境 走 我随你去 冰少仙 快走 快走 李静 李静 快走 离敬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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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没事吧 手下留情 禀宝天尊 没想到 神君这么快 就容生为上先了 殿下 也就是这几日的事情 禀宝天尊是来找师父的 并不是 我在这凤凰身上下了封印 方才觉察有异动 就下来看看 这凤凰 竟是您的坐骑吗 不算 这凤凰身上魔性未除 我便借着昆仑虚下的灵器 除一除她的魔性 没想到 还伤了二位 尚先可否交于我处理 既然是天尊的凤凤 自然是可以的 此乃破云膳 虽比不上玉卿昆仑 但还是有些用处 算是她 伤了二位的赔罪礼吧 这怎么行 尚先不必客气 请收下吧 多谢天尊 尚先切记 此膳能发挥多大的威力 全凭用膳人的法力深浅 天尊放心 我定不会让这膳子 落在法力高的恶人手里 先告辞了 殿下 走 你醒了 阿姨 醒了就好 休养一下吧 今天 多谢你帮我挡那只凤凰 挡什么挡 根本就没用 没想到 今天竟然两次需要你来救我 好 这里是昆仑须 你是一姐二皇子 法力自然会被压制 没什么好丢人的 阿姨 多谢你能来见我一面 我被夫君关押好 虽然后着脸皮来找你 可是我想起来 就连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 你是昆仑须座下 第十七弟子 又是受四海霸皇尊敬的上先 我又何德何能 能让你再见我一面 你就先别想这些了 反正那凤凰也收走了 你在此好好休养吧 好 我去再帮你添些热的水 阿姨 如果我要再见你怎么办 见我 你总得给我一个 进得了昆仑须的方式吧 有这个福 你就能自由出入昆仑须了 对了 昆仑须没有人知道我是女儿身 所以你要当心点 别被我师兄们知道了